作词 作曲 盛伦 姐妹今天是疯了呀 你座 word 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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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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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他肯定在机场 我带你去机场找他吧 不用了 现在一切都完了 我觉得还是先给阿娜打个电话比较好 不行 直接去 电话里怎么说得清楚 一点也不真诚 开好备箱 明环 走 好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来来 万圣节快乐 麻烦您在这里等我一下 来 走一个 不玩儿不玩儿了 明环 陪格雅跳舞去吧 我不会跳舞 你让格雅教你啊 格雅 对啊 我教你啊 走 去跳呀 你是在邀请你 绅士点好吗 走吧 肯定没有人 走吧 我们去安娜家吧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感谢大家在公元二零一四年的一月一号 来到我们酒吧 下面呢 有进行我们的新年抽奖 这个最高奖啊 是一台价值八千元的单反相机 告诉我 有没有谁想要啊 好 下面有请我们的抽套相机 你是好 你是多少 好 我是三个好不接力的数字 肯定是女众 这不都是数字吗 都一样的 那我现在就开始了 好 妈 这个号码就在我手中 看来她今天是很幸运的 她就是 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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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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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小姐 老板 你朋友呢 好 他们都跳舞去了 你看 都多久没介绍你们了 是啊 最近家的都特别忙 你跟你那个外国男朋友去手吧 对 好 那行 你慢用 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事来了 这本来这事啊 不应该由我来说 那既然你们已经分手了 现在说出来也应该没什么关系 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是上次抽奖 来 继继的 你抽中一台丧心 记得啊 记得啊 其实呢 那都是你那男朋友啊 特意安排好的 说让我们配合他一下 给你个惊喜 什么 那你玩好啊 来了 小姨 你好 我是林志军 你是人是鬼啊 你从哪儿猫出来的 小姨 安娜在吗 安娜不在 小姨 小姨 我有话要跟安娜说 您可以叫她出来吗 安娜不在 就算她在的话 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你快走吧 我哥哥真的有很多话想跟安娜说 我求求你帮我忙 让我哥哥嫁呢 你们俩快走吧 再不走的话我报警了 快走吧 快走吧 啊 她怎么了 平时她不敢玩的东西 今天都玩了 哥 或许安娜真的没在家呢 哥 你要去哪儿啊 她可能在赵平凡那儿 你是不是要去赵平凡那儿找安娜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安娜真的在赵平凡那儿 你该怎么办 喂 姐夫 你在哪儿呢 我 我得回家的路上 马上就要到了 姐夫 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那个 那个林志军来了 哪个林志军啊 就是安娜以前的那个外国对象啊 他不是死了吗 您好 您的证件 你别闻这 righteous 好的 稍等一下 你看我这好看吗 快点吗 秋颜 今天是什么日子 是吗 今天是什么节日吧 我不知道啊 先生 今天是万寿节 怎么了 他就是 十三号 五大号在哪儿 来 十三号房在哪儿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哥 你去吧 不这样给我一下 那个行李帮我记错一下 麻烦就好了 哥 你别弄我 我不跳了 你们俩跳我歇会儿啊 不行 你又不是七了我八十了 你再跳会儿 让一会儿 你这儿跳不动了 我去给你们弄点喝着啊 你别光顾着疯啊 你别光顾着疯啊 你什么时候 跟赵平凡表白啊 我打算一会儿 把自己换队 然后再给他表白 瞧你那点出息 我就叫做补格庄啊 你先看 你 来 赵平凡 你别光顾着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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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身上我 你能够确定那个人 真的是林志军吗 我又不是没见过他呀 这不是见了鬼了吗 他今天还带了上次那个 那个自称他老婆的一个女孩来了 姐夫 你说安娜是不是知道她没死啊 我怎么知道啊 这孩子 我给她打了半天电话她也不接 那个林志军 会不会对她造成危险 报警 赶紧报警 那我回来了 我的病治好了 你谁救病 安娜 你听我说 我没空 安娜 你听我解释 你放手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可以理解 但你听我解释 我这次真的回来了 我不会再离开你了 原谅我吧 安娜 你疯了吧你 安娜 安娜 林志军 你又来干什么 这没你的事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离开 你让开 安娜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像你这种人面兽心满口谎话的混蛋 最好给我滚得越远越好 你他们是谁啊 你是安娜的什么人 我是她亲人 林志军 你干什么 林凡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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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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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军 你 你杀他 林志军 你想撒野是吧 好啊 你来啊 你让我 这跟你没关系 我要好好叫做他一下 你来啊 你打我啊 你打我呀 林志军 你凭什么来这儿撒野 你回去好好当你的新浪官 你赶我到这儿来照样作变 来当初骗人 安娜 你怎么知道结婚的事 若要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安娜 这是个误会 我没结婚 我来就是为了你 我爱的人是你 李志军 我告诉你 现在爱人家结婚跟谁结婚 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安娜 我从家里逃出来 都是为了你 我把我的家庭 我的一切都不要了 我只要你 安娜 你冷静一下 我们就像回到以前一样 我错了 你原谅我 可以吗 文件 航空 让你 azul 撩 苹 培凡 紫边 你没事吧 安娜 梅萍姐 我们走 安娜 安娜 你和赵平凡 到底是什么关系 加 בח 把 했어 食用 她是我的爱人 平凡 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了 没事 是 可是你在流血啊 一会儿就好了 没关系 平凡 对不起 安娜 你刚才说的话是真心的吗 说什么呀 说我是你的爱人 对不起 安娜 我知道你还忘不了练之军 可是我真的很想保护你 平凡 我 我 喂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问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爸 我 你在哪儿 你可是在一起啊 我跟赵平凡嫁一起呢 你把电话请赵平凡 让她接电话 平凡 我爸让你接电话 喂 陆老师 是我 平凡 赵平凡 安娜她没事吧 安娜她没事 挺好的 那你把电话给安娜吧 爸 你给我马上回家 爸 我还有点事 不行 你给我马上回家 我爸这是怎么了 非让我回去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先回去吧 你看你穿成这样 要是让他们看见了 还以为我们怎么了呢 对了 你去找一下哥呀 我就先赶紧回去了 赵平凡 你们太不仗义了吧 都不等我 看你 满脸都是血 疼吗 疼吗 林志军为什么要打你啊 他是不是疯了 走 我陪你去医院 不用了 什么不用了 你看你满脸都是血 走 我去医院 我去医院 喂 小姨 艾特 你没事吧 小姨你放心 我没事 我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 哦 没什么 你回来再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回来再说吧 我不管你在忙什么 你明天必须回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做生意赚那些臭钱干什么 你明天要是不回来 我都不知道 你还能不能见到你的女儿 咱们这个家就散伙吧 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看看你的手机上 有多少个未接电话 那里面太吵了 我真没听见 你去哪了 今天万圣节 我跟格亚平凡的酒吧玩呢 一个西方的鬼节 你们这些东方人 跟着凑什么热闹啊 这下可好 把真鬼给引来了 什么真鬼 林志军呢 他怎么还活着 你怎么知道 他跑这儿来了 你见过他是不是 你知道他来这儿 我不知道 林志军今天带着 那个自称是他女人的人 吵着他见你呢 他真跑这儿来了 你不说他死了吗 他在我心里 确实是死了 你知道他活着 你一直在骗我们 爸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别提了 过去了 那他为什么 还要在家里找你啊 以后不会来了 为什么 那他为什么今天就来了呢 我真不知道 什么叫你真不知道啊 一个死人突然活了来家里找你 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我都到派出所去报案了 你一句真不知道就哪儿蒙过去 你都不知道今天林志军到家里来找 就我一个人在家 我倒吓死了 小姨 爸 你们不要担心了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你根本不可能处理好 你今天叫我回来就这事是吧 是啊 行 我走了 你站住 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 给我好好地在家里待着 你知道林志军还活着呢 谁啊 吓人吧 你要吓死我啊 多多 你干什么呀 还疼吗 还疼吗 没事 看完医生好多了 看来安娜 今天是知道林志军结婚的事情了 所以白天才会表现得那么疯狂 其实她心里 一直都有林志军 根本就没有放下她 不管怎么样 林志军这个疯子 我是不会让她再接近了哪儿 你一定得小心点儿 我知道你很关心安娜 可是林志军她是有备而来的 你看她今天动手打你的样子 真的是恨不得把你给杀了 哥 你今天实在是太冲动了 我必须要说你 你到底是来找人打架的 还是来求安娜原谅的 还是来求安娜原谅的 如果你现在想放弃安娜了 我觉得我没必要 在这陪你浪费时间了 我马上就回槟城去 我不会放弃的 我知道安娜是害我的 你伤害安娜已经很深了 既然你心里清楚 安娜还是爱你的 那么就请你 为了你深爱的女人 道歉 对不起 九妍 我今天的确是冲动了 不冷静 我自己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赵平凡是喜欢安娜的 所以我听赵平凡说 她是安娜的亲人 我就失控了 我受不了 安娜是不会爱上赵平凡的 她心里有你 你从哪里看出来她心里有我 她恨你的样子 安娜 是我 我找你好久了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我们能不能 能不能回到像以前一样 你 我错了 从前的记忆 原谅我 我们的心 一只心又灵犀 多远的距离 也不怀疑 我们的心都骗了一遍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只会对谁特别的想念 命运她早就牵好了接 她要我们一起相恋 对她要我们一起相恋 对她要我们一起相恋 开门呢 开 格阳 你来干什么 我找安娜 她不在 我不信 你爱信不信 格阳 我有话要跟安娜说 你现在有话要跟她说了 你早干嘛去了 你一天到晚装身弄鬼 反复无常的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不跟你说了 请让开 你干什么 怎样 你要动手打我不成 我不打你人 我可没有安娜跟赵品凡 那么好的脾气 不信你就给我试试 格阳 你这也要干什么 你害怕了 那就请你离安娜远一点 还有 你再敢找赵品凡的麻烦 我就对你不客气 安娜 请你出来 安娜我有话要跟你说 安娜 别喊了 我跟你说安娜她现在不在 你这属于是私闯民宅 格阳 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 什么搞屁朋友 赵品凡那不是你朋友吗 他还是你同学呢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对待他的 你现在根本不配跟我提 朋友这俩字 我昨晚 是有些冲动了 你根本就是个魔鬼 你这个害人精 你这个害人精 哥 见到安娜了吗 她不在家 那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下来 跟格亚聊了几句 你确定安娜不在家吗 她应该在自己的家 我去找她 等一下 我觉得你还是把安娜单独约出来聊比较好 我昨天看到安娜小姨看你的表情 简直像见了鬼一样 所以我觉得安娜的家人应该还不知道你还活着 我也感觉出来了 现在他们家人应该知道真相了 我想和安娜重新开始就要面对他们 这一关早晚都对过 那你这次必须要答应我 让我跟你一起去 走吧 你说你吧 整天东跑西点忙来忙去你为的是什么 啊 女儿这么大的事瞒着我们你个当母亲的居然就不知道 我还认那句话 在你的生意和女儿中间你只能选择一样 你决定吧 哎呀 老陆 看你这话说的 我当然是要女儿了 哎 再说了 我去浦江跟生意没关系 那跟谁有关系啊 跟我有关系吗 跟安娜有关系吗 爸 你就别跟我妈吵了 这事儿是我不对 是我不该瞒你们 哦 你还知道不对啊 啊 林志军没有死这么大的事你都瞒着我们 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吗 老陆 老陆 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说呀 这事情已经出了想办法解决不就完了吗 生气吵架有用啊 那好吧 现在 林志军又来找安娜了 怎么办 你决定吧 安娜 安娜 你别叫了 别叫我叫保安娜 你叫吧 我今天必须得见到安娜 安娜你出来吧 我有会儿要跟你说 你别动啊 别叫了 我今天不见到安娜 我是不会走的 安娜 林志军 你别嫁了 你说 你不用担他 你让他喊 你想干什么呀 我想见安娜 安娜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她不会见你的 这位是谁呀 阿姨 她是我妹妹 她是你妹妹 那你应该问问她 她上次到我们家的时候 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阿姨 上次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哥实在是太单向安娜了 所以我才会说那个谎的 那我怎么知道 你这一次是不是又在撒谎呢 伯母 请你让我见安娜一面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 全都告诉你们 林志军 你给我听好了啊 从你放弃婚礼的那天起 我们家的大门 就对你永远关闭了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什么借口 我都不会让你靠近安娜一步 更没兴趣听你讲故事 李总 赵经理 你们怎么管理的 你们怎么能让这种身份不明的人 私闯我们家门口 大喊大叫呢 对不起 李总 对不起 请你们俩马上离开 伯母 伯母 你放手 伯母 你听我解释 伯母 伯母 你听我解释伯母 走了走了走了 这是先生 请你们俩现在马上离开 我自己走 走 可雅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 没事 没事 你来干吗 我来保护你 保护我 林志军 今天去我那儿找安娜了 被我给骂走了 我担心她过来找你麻烦 所以你就带根棍子保护我 不至于 戏有点过 她现在疯疯癫癫癫的 我真的担心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趟余总那儿 去安娜家 安娜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 行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你去干嘛 我是去交代工作 你们说你们的呗 我找安娜去啊 我安慰安慰她 那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她的电话现在被她爸控制着 我一打过去就是她爸接的 我根本就联系不上她 像这种非常时期 你招呼也不打就过去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她那边什么情况 我们也不清楚 你到时候又乱说话 就麻烦了 你长平凡 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吗 我就那么没用吗 我会见机型似的 走吧 林志军 都都 林志军 你怎么来了 我从吉隆坡来 来找你姐 你帮我个忙 你去告诉你姐 我要见她 这个我不能帮你 你放开我 多多 你放开我 你帮我个忙 我求求你 多多 干什么呀 赶紧送给 我认识她 我认识她 她是我的朋友 她叫多多 她是这儿的业主 多多 你告诉她 我们认识她 我们是朋友 我可警告你们俩 你们俩赶紧离开这里 要不然我可报警了啊 我们又没进去 这也归你们管吗 当然 门口这条马路 是开发商修的 归全体的业主所有 你们又不是业主 还想赖人不走 想寻寻滋事 威胁业主的人安全是吧 我可告诉你 这儿是监控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可真收拾你啊 多多 那个多多 要不然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我自己走 多多多多 多多 你告诉你姐 我在这儿等她 多多 你别瞎让你 瞎让什么呀你 赶紧走吧 老陆 老陆 回屋躺会儿吧 别待会儿心脏又不舒服了 那你 我今天在家陪着安娜 不去公司了 就今天一天啊 过了今天再说嘛 那 那你给屋爷交代清楚了吗 都交代清楚了 你就放心吧 别操心了 回屋躺会儿 那我去歇会儿啊 到家里边 对儿 的 这是 那我好 都会出去吧 我去吧 是赵平凡的车 你好 请问你找谁 8001 于晴 对不起 你得先登记一下 我给叶如打个电话问问 如果他同意了 您才能进去 邵经理 今天什么情况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们这也是例行公事 这事啊 都是让那两个神经病给闹的 果然是林志军 这是阴魂不散 跑到这儿来了 你等我下去跟他说 这样 行了 算了 看了我昨天 把赵平凡打得太轻了 可是打架能解决什么 有什么问题啊 至少我心里痛快 余总 赵平凡先生来找您 好的 好的 我明白 赵先生 您请 姐 姐 你喊什么呢 你怎么回来了 你没去上班啊 你还管起我来了 你是不是今天又逃学了 没有 我今天数学老师上大课 他说我可以回来的 你是要气死我是吗 如果今天学校打电话给我的话 我就说没有你这个儿子 妈 别生气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好了 你向哪儿去你 哥哥 大姨 大姨 你今天没上班啊 你怎么回来了 老师说我可以自由活动 我就 真的呀 对我 你们来了 小姨 小姨 你怎么没上学啊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阿姨 那个安娜在吗 在楼上呢 平凡 跟我来 哥呀 昨天晚上是不是跟安娜在一起啊 对啊 怎么了 我怎么了 那林志军没死 你知道啊 我也是昨天刚知道的 我 我先上去了啊 举报信 您是说 有人写信举报啊 说你牵着周莉莉的事 还有照片证明 你没有见过面 虽然我不相信那举报信上说的 但我也想不出什么理由 你有去见她的必要性 我明白 我可以解释 我找你当面就是想问这件事情 就是表示我百分之百信任你的 可是我现在忽然越来越觉得 不了解你照片凡了 对不起啊 你不是说 你可以解释的吗 我 怎么了 是有什么不好说的吗 也没什么不好说的 但这件事 牵扯到岳主任 你今天早上看到林志军 他跟你说什么了 还能有什么新鲜的 老三样呗 要见你 想跟你解释 想跟你重规矩好 但是我一点没客气啊 直接给轰走了 你说他现在还在门口呢 对啊 还在大门口呢 你现在呀 得小心点他 我觉得他 不太正常 刚才我跟赵平凡进来的时候 他看赵平凡的眼神 好吓人的 我真怕他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 真是的 这件事情怎么就把赵平凡给撤进来了 哥呀 昨天 她们俩打架的时候 你在哪儿啊 我啊 我 从卫生间出来 然后突然间看见了林志军 我就愣住了 没想到后来他跟赵平凡 还打起来了 那我当时说平凡是我的爱人 你也都听见了 听见了 哥呀 这个事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我当时这样说 我当时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保护赵平凡 我当时这样说完全是为了保护赵平凡 这件事情我一点都没放在心上 我是怕赵平凡 当真了 这样 我马上跟赵平凡说 我当着他和你的面把话说清楚 好了 你千万别冲动啊 我肯定是相信你的 不然我也不会过来找你啊 岳主任的事回头再说吧 林志军 此而复生到底怎么回事 对不起 那这林志军回来找安娜 你觉得她有什么目的吗 她说她想让安娜原谅她 原谅她 那她病的事呢 是真的吗 我不确定 对 这脸上的伤怎么回事 林志军是先到酒吧找的我们 然后我跟她打起来了 脸上的伤就是她打的 这个林志军 真是个疯子 从明天开始 我在家里办公 柯友公司需要处理的事 到家来找我 好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你是不是在想 林志军怎么又逃婚了 其实 你心里是不是还是有她啊 没有 你就一点都不想知道 她回来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吗 不想 真的吗 真的 那你怎么知道 她在马来结婚的事情啊 手机报呀 这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是啊 我 其实那天我装病 就是想瞒着你 怕你知道的伤心难过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